花蓮县政府23号晚间在东大门夜市 绿地共荣公园舞台区盛大举行萨萨日常音乐会 邀请到了花蓮小男团和仪溪城 一期独特的音乐才华为大家带来动人的美声演出 呈现充满活力和创意的音乐盛世 音乐会的前夕 8月23号星期五一来请选之夜 花蓮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并且在20号晚间 在东大门夜市绿地共荣公园舞台盛大举行萨萨日常音乐会 并且由花蓮小男团和仪溪城 以独特的音乐才华为大家带来动人的美声演出 为音乐会掀开序幕 还是如此温热情景 怀念你那些梦的唇印 欢迎 马上就开始 不需要先这样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不需要先这样 好嘞 四十六个内容 欢迎新的舞 原住民行政处 部落经济科科长总统能表示 宇宙会从4月份陆续办理 深呼唤大家的喜爱 同时也发授原住民歌手来分享 洋溢的表演 为观众呈现充满活力以及创意的音乐盛事 华联县政府办理撒撒日常音乐会 主要是提供一个舞台 让华联有潜力的音乐人才及团体 能够有展演的机会 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掘原住民潜力人才 以及培养原住民潜力人才 明天还特别邀请两位重量级歌手 一位是金曲歌王王宏恩 另一位是今年荣获 第35届金曲奖原住民与歌手 五十爱来撒撒日常音乐会热情现场 邀请乡亲朋友们来东大门 享受音乐饗宴 以及东大门美食 下半年还有8场次 在9月10月11月 都还有撒撒日常音乐会 邀请大家踊跃参加 欢迎设计同民潜速表示 这次音乐会不仅是一场诗听盛宴 让观众在聆听音乐的同时 体验花林在里的风情 轻松享受东大门的夜市美食 期待与大家在花林相聚 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音乐庆典 享受音乐和美食带来的双重愉悦 记者俊宏宴 欢迎收视频道